医疗体制的改革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看病男 看病贵这两个重点 政府都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十年的时间 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网 一起来看二十大前瞻系列报道 我们的美好生活 我们的这个针断基本就弄明白了现在 那么是个肺部的一个疾病 因为我们基因检测的结果告诉我们 驱动基因是个阳性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病人 我们就觉得你就可以吃口服靶向药就行了 对于肿瘤患者老梁来说 能用靶向药物来稳定病情是个好消息 这个靶向药现在目前也纳入国家的基药 也是医保报销的这个目录里面 价钱也很便宜 你就定期到门诊随诊就行了 就不用在医院看病 这样的话负担也轻了 在目前的国家医保目录中 有超过150种的抗肿瘤药物 特别是在2016年引入谈判机制之后 这些救命药的平均降价幅度超过了六成 让所有参保的患者不仅可以吃得上 同时还要吃得起 甲盘酸伊马蒂宁 主要治疗是白血病的一个靶向药物 在之前没有击采之前 这个主要是进口为主 差不多一万三亿盒 纳入了击采之后 现在我这款药是差不多四百多亿盒 过去我们很难能得到 尤其是有些对中国是封锁的状态 那么现在中国经济的强大以后 很多国外的药物进到中国 我们国内的一些药企它也能自主去创新 有那个精力去创新 应该说这些都助力于我们的患者 能很好的解决 最近老师休息不好 总感觉自己身体出了些毛病 听说现在医院都开通了网上就诊的服务 我们不如也来试试 王医生你好 你好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最近感觉总是休息不太好 平时你们上班会上到很晚吗 平时压力大不大 有吃过什么失眠药调理吗 医生啊 我这个平常的也没有吃什么失眠药 你觉得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 所以一个短期的一个失眠失眠 那么早期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先改变一个 睡眠的行为习惯 然后从生活方面先调理一下 那么平均我们每一天 这个线上的问诊量的话 有将近一千人次 处方的配重量每一天有两百到三百人次 特别是对于这种慢性病 像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 高血压 还有高脂血症 所需的一些药品可以通过快递的方式 甚至室内目前我们是免邮 邮寄到居民的家里 是否路上注意安全 新技术的发展 我们说可以为就医难提供破局之道 但如何能够打通最后就医的一公里呢 除了科技的加持以外 优质的医疗资源如何能够直达基层才是关键 很难想象这个有四层楼高 总面积近一万平方米的场所 是居民区附近的一处涉堂中心 2015年这个辖区的居民 每万人所拥有的全科医生仅为1.4人 而如今这个数字超过了4.5人 缺医 少病 没检查 曾经中国基层医疗机构的三大弊病 自18大以来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那这边的话我全科医生会有18名 其中复古人医是只有5人 那么我们还有专科医生专家就是定期来诊的 那像常规的化验 比如抽血呀 然后一般的这种生化的检查 包括凝血之类的 都是送到我们检验中心 那边给我们出具报告 我们直接就给他们传输回来 为充实基层医疗 辖区曾以30万元年薪招聘全科医生 引发社会关注 这一场在本地持续了7年的医疗改革 仍在进行中 广大居民要满意 他有获得感 第二呢 我们广大的医务人员 他有职业的成就感 那下一步的移改呢 我们会把加强我们居民 自我健康的管理能力 健康的意识 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上去 我这一生追求的 就是我们居民 这个心脑血管发病的拐点的早日到来 恶性肿瘤能活得寿命更长一些 把非常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呢 建设当中 享受生活 享受工作 这个社会呢 才能进步 才能发展 十年以来 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基本医疗卫生保障网 参保的人数达到了13.6亿 十四五健康规划提出 到2025年 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 将提高到78.9岁 凤凰卫视 程维希同湖李廷生 深圳报道